22年前的天安门六四惨案 在中共决定镇压学生运动的当时 很多人 特别是中共党员 面临着如何站队的选择 而亲共香港媒体《文汇报》 在当年的5月21号 以《痛心棘手》四个字 作为社论全门的开天窗模式 则震动了香港 时事评论员程翔向本台记者讲述了 当年开天窗社论出炉的经过 并且对几位当事人的功过是非 提出他的看法 1989年5月21号 中共下达禁言令的第二天 《文汇报》发表四字社论 《痛心棘手》 这是1949年之后 中共报业史上 第一次有传媒 以开天窗形式写社论 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 当时担任《文汇报》副总编辑 他向新唐人表示 这篇社论对香港的影响非常大 这个社论直接动员了 100万住民上街 是非同小可的 这四个字在当时就好像一个超级炸弹一样 封开了 激发大家上街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中国当代史上 在中国百年的新闻史上 都是意见大致 这个爆炸性社论得以出炉 涉及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代理总编辑曾敏之 社长李子勇 原总编辑金瑶如 以及时任分管香港中共报仗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俊生 程翔向新唐人讲述 曾敏之在中共宣传戒言后 第二天深夜致电李子勇主动提出以痛心疾首四字开天窗 而李子勇与金瑶如商量后 建议改为较为平和的夫妇和求 曾敏之不同意 于是把这两个建议一同送新华社审批 最后张俊生选择了痛心疾首四个字 程翔认为开天窗社论是当时四人集体做出的决定 不过在邓小平决定戒言之后 四个人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李社长金老总继续反对增压 继续坚持反对图存这样的立场 曾敏之由于来正归队了 那么张俊生就倒过来 不但完全否认自己的决认 而且倒过来向文汇报施加压力 最近曾敏之和张俊生分别发表了传记及回忆录 两人都提到22年前文汇报的痛心疾首开天窗社论 曾敏之提出 他写出这段历史是避免不明真相者 往某些人脸上贴金 歪曲事实 而现为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的张俊生 则完全撇清自己与事件的关系 程翔指出 曾敏之的说法是邀功 张俊生是违过 程翔为曾敏之和张俊生两人感到悲哀 他希望中共党员都要摒弃党性 回复良知道义 体现人性光辉的一面 在六四屠城中 中共解放军38军少将徐勤先 因抵制戒严反对向民众开枪 被撤销军长职务 并被军事法庭判处5年监禁 1989年 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的吴仁华 在新著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中描述 在军事法庭审讯中 徐勤先回答审讯人员说 人民军队从来没有镇压人民的历史 我绝不能玷污这个历史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李静孙宁采访报道